我們現在來講Divergence Serum 中文換譯叫做閃度定理 中文換譯叫做閃度定理 當然顧名思義就是它跟閃度是有關係的 另外還有一個名稱叫做Goth Serum 叫高斯定理 因為他是高斯這位先生他發現 他找出來的 我們這邊不用冗長的數學來證明 我們就用基本的一個觀念 第一個 這個閃度定理Divergence Serum 它一定必須要是一個封閉的體積 封閉的區間 所以我們假設V 它是一個封閉的一個區域 那麼這封閉的區域它是由 S可以是平面可以是曲面 把它包起來 S就是V的一個界線 把V包起來的界線 RV是一些平面曲面 那麼我們就可以得到這個公式 所以這邊畫這個區域 這個符號是代表封閉 封閉區間的所有面積 所有面積的面積分 就會等於對這塊體積的集體積分 可是這裡面是F對所有面積的面積分 所以F.ds 當然一般我們計算會寫成F.N N就是DS的法向量 在DS 然後再把這個DS 我們可能會通用到XY平面 如果通用到XY平面 我就寫DX DY 然後把這個N來DOT K 因為XY平面的單位相當是K 如果通用到YZ平面 我們就寫DYDZ 然後一樣N來DOT YZ平面的方向 是I 這個同學我們在面積有講過了 然後會等於Divergence F對體積分 那這邊我們要講這個數學的意義 不知道同學還記不記得 我們前面講過了 叫做Divergence Divergence代表什麼意思 如果把F來取Divergence 代表這個F 我們先把假設F是一個流體的流量 是某一塊區域 同學如果還不記得 就可以去翻一下 我在講Divergence的定義的時候 我們Divergence的意思代表 單位體積流出的量 假設這裡面 隨便放一個輻射的物體 你要從這塊區域輻射出來 是不是要經過這六塊面 你才能輻射到外面 對不對 所以 既然輻射出來經過面 所以我輻射出來的 我對面積分 每一塊面積分 那是不是應該等於 這一塊體積裡面 單位體積讓輻射出來的量 來對體積來做積分 這應該要相等 也就是說 我現在算的是這一塊體積 總共輻射的量多少 那我也可以算 每一塊面 每一塊面的輻射的量 把它加起來 因為你要輻射出來 一定要經過這些區域的面 這就是Divergence的定理 Divergence定理 那因為DivergenceF 它是代表流出的量 單位體積流出的量 所以我只要對體積積分 就算出 這一塊體積總共流出多少 那這邊是算每一塊面積 每一塊面積 每一塊面積流出 通過的多少 把它加起來 所以這當然應該要相等 這是高斯定理 它所想的 高斯這個所想出來的 因為它跟 數學上的閃度 比較有關係 把它叫做DivergenceTheorem 好 我想 這個同學如果要看 詳細的證明 可以去找向量的數 工程數學上的書 有的書是沒有寫的 有的書有寫 因為工程數學一般編給同學看 並不認為同學需要 懂那麼多凡夫的證明 只需要你懂它的物理意義 這個比較重要 好 我們閃度定理就講到這個地方 好 我們現在來看這個題目 這個題目是要我們做一個面積分 然後這個面是長 z等於 1-x平方-y平方 z要大於等於0 z要大於等於0 意思表示它要在 xy平面的上方 xy平面的上方 所以這個題目 不妨同學把這個圖形 大概畫出來 來 第一個 我可以先畫 x或z平面 x平面就這樣 y等於0 所以變成 z等於1-x平方 那z等於1-x平方 這是一個開口向下的一個帕戶線 所以假設這是z等於1 這是這樣 開口向下的一個帕戶線 同樣的我要畫 yz平面 yz平面是x等於0 所以x等於0 變成z等於1-y平方 那麼這做出來一樣 是開口向下的一個帕戶線 所以畫出來是這樣 那麼xy平面 xy平面 xy平面就讓z等於0 就讓z等於0 就是把剛才這個區域 這個怎麼不見了 好 把剛才這個 讓z等於0 把x平方 y平方移過去 就變x平方 加y平方 會等於1 所以這是一個圓 所以xy平面畫出來是一個圓 所以它是一個長的這樣 類似一個好像橄欖球 類似一個好像橄欖球 那麼我現在所畫的這一個部分 這個部分 只是畫四分之一 那同學寫上下線要記得 因為我們只繞一圈 我現在只畫 很多時候立體空間 我們會只在第一畫像畫出來 因為你要全部畫出來 有些時候不好畫 你看不出來 所以我們拿在第一畫像畫出來 這樣比較容易表現出整個圖形 可是你在寫上下線要特別注意 因為它是可以繞一圈 它可以繞這個 繞一圈 好 然後 然後 我們現在就開始來做這個 來 既然要做面積 我們講說面積 你一定要去求髮向量 所以第一個 先把這個平面 就把它x平方 y平方都把它移過去 所以x平方叫y平方加z 讓f等於它 然後取gradient gradient x 對 2x 也就是這個n 是等於 gradient f 來除以gradient f的大小 所以你要先把上面的gradient f 算出來 所以對x平方得到2x 要補上i 對外偏為分2y z 對z偏為分1 所以寫上k就好了 然後 再把 這個2x平方 加2y過後平方 再加1的平方 把它整理一下 你就可以得到4x平方 加4y平方 加1 再來接著 我們就把它 投影到xy平面 所以n.k 上面就寫dx dy 把這個n 跟f帶進來 那麼這邊我有跳步驟 因為 n.k n.k 就是這個分母 n.k 因為k這個係數是1 對不對 所以就得到這個分母 然後f.n 我把這個字寫在上面 我已經寫了 OK 奇怪 這邊 這邊跳太快了 這個 這個沒有 這個同學可以把這個塗掉 這個不要寫 我就把f抄進來 然後n也抄進來 這個n.k 可以把它抄進來 那麼這邊做的時候 這個分母 跟等一下這個內積完了以後 這個部分 會消掉 這個部分會消掉 然後所以只要把2x 乘以y 就會變2x平方y 然後xz乘以y 得到2xyz 再1-z-yz 乘以這個是1 所以就變1-z-yz 然後把它整理一下 2x平方y 我們要整理之前 我們再把z 因為z必須滿足 1-x平方-y平方 因為我等它積分都是對 xy積分 所以必須把z換掉 所以把這邊的z 換成1-x平方-y平方 z把它換成1-x平方-y平方 這個z一樣把它換成1-x平方-y平方 其他項 全部照差 好 其他項 全部照差 好 然後 這個完了之後 我們就要把它整理 整理之後 再來做積分 而且積分 我們希望把它變成 叫做幾座標 為什麼幾座標 因為它是 在xy平方是一個圓 所以先把它整理一下 來2x平方-y 這個 這個都不動 照差 然後1-1把它消掉 所以這個負號變正了 所以這邊變加x平方y平方 然後這個把它乘進去-y 再加y3次方 這邊是不是加x平方y 加x平方y 正好跟這個2x平方y平方 2x平方y放在一起 變成3x平方y 那麼其他全部照差 其他全部照差 好 完了之後 我們再來 把變成極座標 我們這邊也講過 變成極座標的時候 dxy你直接變成 rdrdc rdrdc 然後所有的x改成 rcosc 所有的y改成 rsinc 所以這一項 變成3倍的 r平方cos平方 乘以rsin平方 所以乘起來變成 r3次方cos平方 3平方 這邊一樣 r平方 rcos乘以rsin 就變成r平方sinecos 裡面 x平方加y平方 你可以把它 符號提出去 變成x平方加y平方 就變成r平方就好了 這邊一樣直接寫成r平方 最後這邊減掉 rsinθ 再減掉r3次方 sin3次方θ 好 然後 我這邊計分 因為 我不詳細做 為什麼不詳細做 因為這樣子 做出來很多 非常的多 所以 我這邊必須要 適當的一些 跳一些步驟 否則 同學會覺得 好像做了好多好多 好 我們把剛剛那個 切碗刪掉好了 OK 來 為什麼會做很多 你看 如果沒有跳步驟 來 r3次方積分 是變成4分之 r的 4次方 不對 錯了 因為外面還有一個r 外面還有一個r 所以 乘進來以後 變成r的4次方 r的4次方 基本變5分之 r的5次方 那因為 上來線是0到1 所以只要帶1 進去5分之1 所以第一項變成5分之3 cos完全造草 θ完全造草 θ完全造草 θ的部分全部造草 然後這個一樣 外面這個乘進來 變成r3次方 所以基本變成 4分之 r的4次方 那麼同學一定會想 這邊為什麼寫6分之1 因為後面還可以合併的 後面還可以合併的 這個是4分之1 先把這個 乘進來裡面好了 這是4分之1的部分 然後2r3次方 乘這個 2r3次方 因為我剛講這個r 要乘到裡面去 所以2r3次方 乘以這個 變成2r的5次方 那積分以後是 變6分之1 6分之2 那剛剛不是 4分之1嗎 所以 4分之1 再來減6分之2 4分之1 再來減6分之2 結果後面還有 這邊這樣 所以跳步說 比較難講解 因為同學會想說 這個怎麼來的 會比較麻煩 好 我們再把 這個部分 再詳細講一次 針對這個sinθ cosθ 這一項 為什麼會是6分之1 我們剛講 外面r乘進來以後 變成2r3次方 2r3次方 乘到這裡面 變成2r3次方 減掉2r5次方 那麼積分之後 我是不是得到 4分之2 r的4次方 減掉6分之2 r的6次方 因為我都不寫 是因為我上來選一代以後 就都變成1 所以變成 4分之2 減6分之2 也就是2分之1 減掉3分之1 計算出來 正好就是6分之1 然後這一項 r乘進來變 r的3次方 所以積分4分之4次方 所以上下線 1帶進來 然後這一項 乘進來r的平方 積分3分之r的3次方 上下線一代變成3分之1 最後這一項 r乘進來變成r4次方 積分5分之r5次方 所以上下線一代進去 就變成5分之1 接著我們現在升到signc 這邊要注意就是 我剛才做 坐標變換 上下線 我上面一直沒有寫上下線 因為我一開始就不想 對xy來做積分 所以在這邊做積分的時候 因為我們投影到xy平面 剛剛的圖形 我們投影到xy平面 是一個圓 這個圓你要轉一圈 你要轉一圈 所以 r是從 r是從圓點往外兩 所以r從0到1 轉一圈 所以0到2π 所以我們後面這邊 來做θ的積分 第一個 我把sign 第一項的積分 我這樣分開積分 第一項積分 先把sign拿進去 變成-cos -cos 所以它就可以變成 5分之3cosθ cos3次方θ dcos 這邊有負號 把它寫到這邊來 所以這樣變成x3次方 對x的積分 所以變成 4分之x4次方 好 再5分之3 所以這個 把它算出來 變成負的 5分之3 為什麼它變成負的5分之1 我應該要後面 把它調整 我先看一下 唉 寫錯了 這個是2次方 我寫到3次方 難怪不對 所以這邊變成 3分之cos3次方 好 所以3消掉 變負的5分之1 cos3次方θ 然後這一項 這一項 一樣的方式 我們直接把這個 sinθ cosθ 我直接把它變成 叫做2分之1的sin2θ 所以變12分之1的sin2θ 那sin2θ的基本就簡單 為什麼 我裡面乘2 所以外面除2 這邊變24 那sin的基本變負的cos 所以負24分之1cos2θ 4分之1 直接寫θ就好了 然後sinθ的積分 變成負的cos 所以變加3分之1cos 然後sin3次方θ 我看一下這個積分 可能比較難一點 這個怎麼積分 因為這邊都有跳步驟 所以要講給同學聽 來3.3次方的積分 這邊空間很小 所以因此 因為計算 寫了很多 就變成我能使用的空間 就變得很小 而且 這個是方程式 我在用這個刷子 這個消息差比較不好用 來 3.3次方 5分之1千不管 5分之1千不要管 我先看3.3次方 我可以選擇 sin平方 sin平方 乘以sin 對不對 sin把它拿到積分裡面 就變成負的cos 負的cos 所以把它就變成這樣 然後接著 我再把這個 符號寫出來 sin平方變成 1-cos的平方 dcos平方 cosθ 所以1對cosθ 基本變負的 因為前面有個符號 負的cosθ cos平方 因為負負 前面兩個符號 負負得正 所以cos平方 對cos基本變成 3分之cos的3次方 所以因此我這邊寫 負的 因為再把外面的五分之1乘進去 負的五分之1 再加15分之1cos3 θ 然後這個時候 我再來帶上來 這個為什麼一下就得到答案了 同學這邊可以輕易的看出來 cos2分之π 2π帶進來的時候 cos0 cos1 cos2π1 cos0也是1 所以這上來線帶進來都是1 這個上來線帶進來都是1 這個上來線帶進來都是1 所以cos的部分 cos2π是1 cos0是1 所以cos上來線帶進來都一樣 一樣相減當然是0 所以只剩下最後這一項 所以1分之1乘以2π 答案2分之π 就這樣而已 好 這一題的計算有點複雜 有點麻煩 所以同學要花點時間 那麼這個是直接用面積分來做 那接著我們不用面積分 我們就用divergence theorem divergence theorem 本來的意思是封閉曲面的面積分 封閉曲面的面積分 會等於體積分 divergence的體積分 會等於單位體積流出量 取divergence 會變這樣 那麼題目要我們找的 並不是封閉曲面 曲面代表叫我們找的是 是我們剛畫的 這一塊 就這一塊 這塊曲面 如果讓它封閉 是不是漏了底下這一塊 因為要注意 這個是一圈 所以我現在畫四分之一 所以如果畫一圈 上面整個是封閉 所以這一個 封閉的 只有兩塊曲面 有上面這塊曲面 跟xy平面這個 所以左邊這一部分的積分 是曲面的積分加上xy平面 所以既然加上xy平面 我就把它加上xy平面 移到過來這邊 讓它減 所以我這邊 這一塊面積 假設叫s 那麼底下這一塊面積 我剩下叫s1 所以我把它移過來 這個就對s1來做積分 這移過去要被減掉 所以divergence 那divergence很簡單 我們就把剛才所做的東西 題目給的這個 我們來取divergence 來取divergence divergence 來 剛才的這個部分 這一項 對x 偏微分 是不是得到1 也就得到i而已 得到1 因為等一下 對x偏微分完 我必須要降加 再講一次好了 這個函數 就是 我們是寫的叫做f1i 加f2z 加f3k 對不對 我要取divergence的時候 是不是 把f1 拿來對x偏微分 加上 所以只是存量而已 f2 拿來對y偏微分 再把f3 拿來對z偏微分 所以 這個對x偏微分 得到 y 這個對y偏微分 是0 最後對向對z偏微分 第一個對z偏微分 得到-1 這個對z偏微分 得到-y 正好y消掉 所以等於-1 所以等於-1 而已 所以就把他寫進來 所以divergence 就變成-1 所以你看 divergence在計算 就很簡單了 因為這個 體積不是很簡單 有的題目給我們 是一個圓 算體積非常的快 圓的體積是3分4π3 就是半球 不是體圓 球 如果半球 就再乘以1 所以很快 那這個題目比較麻煩 這邊雖然答案是體積 但是這個體積 因為他不是我們被過的公司 所以我們要把它計算出來 那一樣 因為我們的曲面 是這樣 所以你在積分的時候 z是最複雜的 z是最複雜的 所以你要先對z積分 z是從 xy平方加z等於0 到z等於1-x平方-y平方 就是體積給的這個曲面 然後再來對x 再來對x對y都可以 我是先寫對x再對y 其實後面這一部分不重要 等一下同學就可以看得出來 因為他馬上算體積 直接可以代公式 那麼減掉這個 這個同學比較有問題 因為n既然是x1 我們講說x1是底下這個面 那麼底下這個面 它的 法項是朝下 朝下所以用-k 用-k 所以底下 dx的大小 它本來就已經在xy平面 所以直接寫dx dy 你不用再偷贏了 你要偷贏也可以 底下就是-k.k的絕對值 -k.k的絕對值 是一樣的 因為我們選dx 等於dx dy 還叫n.k 對不對 那現在n是什麼 n是-k 所以-k.k 這個是絕對值以後還是1 所以這個一般我們就省略不寫 好 那麼同樣的 我們這邊的積分 仍然 要同學注意一下 要對哪些變數 那麼先把這個f帶進來 f我就不太上去抄了 f.k只知道k的那一項 e-z-yz 那為什麼寫d等於 因為底下它是在xy平面上面 所以它的z等於就不見了 所以現在只剩下什麼 後面這一項只剩下 e e dx dy 就等於xy平面的面積 所以這就是圓 所以直接寫πr平方 直接寫πr平方 那後面這邊 因為不好做 所以我會把它做變數變換 做變數變換 那把 本來這個積分丸應該是 把上來線是z 然後上來線一代以後 是變1-x平方-y平方 我把減號拿出去是變成這樣 所以就變成1-r平方 1-r平方 把dx dy變成r dr dc 那原我是要0到10到2拍轉一圈 所以這部分的積分 就變成這樣 然後再來這邊積分就把它變成 1-2 r要成進去 所以1-r平方 上下線一代變1-2 這個成進去變成r3次方 所以積分4分之r4次方 上下線一代是1-4 所以這邊積分變成 1-4 1 再把積分變1-4 上下線代進來 1-4 乘以2拍 這是一個負號 所以算出來要變負的2拍 再加外面的拍 所以答案等2拍 那麼以這個來看 這個計算過程是比剛才 我們直接去把它做面積分要快多了 我們把它做面積分要快多了 所以很多時候 我們會藉助這個叫divergency 這個在研究所的考題裡面 常常出這樣的考題 所以同學一定要練習這樣的一個題目 因為這個其實並沒有 真的沒有很難 你要花點時間去做 我講過積分 從積分最難的 都是在定上下線 你是要弄得清楚 這定理 因為很容易記 你要記得 從物理意義去記divergency的意義 它的公式 不要死倍二 好 我們這個題目就講解到這裡 我們來看 我們來看 我們來看